我們今天只有一個我是覺得是比較好一點 就是他們願意說跟我們工會來開啟這個定期溝通 每三個月這樣子 但是呢今天還是把我們大家把之前所有的問題都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呢也依然沒有下完 那告訴我們要三個月以後開 那大概就是在過年然後就選舉完了 那我就特別問了一個問題說 那按照我們行政程序法的一個規定是 我們現在今天講的事情 按照法律規定是一個月內要給我們回應 然後呢如果不行的話在第二個月 在最多延長三個月 那你應該要跟我們講 不然有可能選舉完之後就換政府 我們的部長非常的厲害跟我們講 你賭賭看啊那你就賭一賭吧 我們還是覺得縱使有誠意 回應到底什麼時候要回應這件事情就 就是有待商榷啊 然後需要我們大家一直持續去追蹤這樣 那目前這次訂了說要每三個月要一定要開一次會 但這次開會到底是到時候下一次開會 到底只是單純回應 還是也是傾聽問題的 這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對十二項護理政策有非常大的疑慮 那這件事情需要更多人來討論 那司長今天也就是在會後有跟我們說 我覺得他會撕下來 因為我們就是去說明這十二項的策略 那今天也都有跟部長跟次長提了訴求 那同樣的也是要帶回去做演藝嘛 對嘛 演藝了十幾二十年 我也沒看到什麼結果 那當然我們對於衛福部多少是有些失望啦 我是不知道其他的團體是怎麼樣 但就我們台藝聯來說 失望是一定有的